我看女足比赛的录像 突然想到了贾秀全和赵俊泽 有几句话呀 不说不痛快啊 东京奥运会前夕 中国女足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 特别是王双的两立精彩的进球 获得了奥运会决赛阶段的门票 这是一张弥足珍贵的门票啊 可是贾秀全就提出来了 中国女足这几年的实力一直在下降 跟强队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 我们是战胜不了小组内的任何一个对手的 于是他提出了一个叫做种树论和变兵论 意思是现有的这些队员还不能够担当大任 我要招一些新的苗子 到奥运会种下去慢慢的培养长大 那么这样呢通过几代人的努力 中国女足可以慢慢的复苏 这么荒谬的思路提出来以后 居然没有一个领导去阻止他 于是贾秀全就开始 对那些正处于巅峰状态的老家下手啊 丢弃了楼家会唐嘉丽 姚伟 马军等等一大批 正值当打之年的有功之成啊 带了一大群新兵弹子练兵去聊 正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下 所以中国女足打出了奥运会的最差的耻辱记录 回来以后当然只能下课啊 下课就出来一个女足主教练的竞聘 竞聘当中出来一个很奇怪的人 那就是小赵同志 小赵同志是最好玩的一个人 他洋洋洋洒洒地分析了我们女足的现状 说已经找到了问题的根本 这个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呢 他说是中国女足前锋队员进球太多 我第一时间就进行了驳斥 一支足球队前锋队员就是去攻击人家球门的 进球是他的任务 也是他的天职啊 前锋队员进球都怎么了 变成错误了 变成个问题了 有这么好玩的总结吗 那小赵同志还进一步总结说 中国女足也需要经过好几代人的努力 他跟贾薛全的想法是一模一样的 提出了那句著名的口号叫久久为公 什么意思 就是要时间长一点再长一点 好长好长的时间 才能够有所进步有点成效啊 他进一步说 工程不必在我 我当时就给他解释了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我在必不成功 你小赵这样的想法 你如果在女足 女足是一定不成功的 说实话当时我是非常担心 这样的人来做中国女足的主教练啊 这也是我们广大的球迷朋友 力听水性侠 陈满听的根本原因 我们实在不希望中国女足 被这样的一些人活活了呀 老贾和小赵都认为要几代人的努力 女足才可以慢慢复苏 现在水性侠带着中国女足 仅仅是两三个月的时间 就捧回了亚洲杯 这么大的一个杯子 这个杯子而且是金色的 我心里个鬼啊 等你那一代一代人的过去 我们早就死了 男足差不多也是这么个情况 这些个主教练都有个共同特点 那就是都是老的男足队员 退一下来的 都是些没自弃 没自信 没有容易感 还没有孤气的人啊 今天回头想想 我们非常感谢体育总局 及时出手 帮我们千万球迷 选定了水性侠 担任女足的主教练啊 我早就说过了 水性侠是为女足而生的主教练啊 选对了主教练 我们的女足即刻腾飞啊 我现在比较奇怪的是 女足取得了这么大的荣誉 贾秀全是怎么想的 小赵同志是怎么想的 怎么也不出来说一句呢 哪怕是祝贺一下也好啊 我现在去看到这会儿的主教练啊 对了主教练啊 我现在来没什么 我现在来看看 这有点儿的主教练啊 我现在来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